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事 还没事了 你知道医生怎么说你吗 严重的营养不良 过度疲劳 我知道 别跟别人说啊 把这给我 我不给 你必须得答应我 一定要对自己好 我才不告诉任何人 我答应你 那我就不告诉别人了 吴四 吴四 你这又怎么了 严重的营养不良 过度疲劳 晕倒了 你看医生写得清清楚楚的 你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又不是外人 还不能说两句话好 吴四 你说你这警察当的 三天两头都进医院 不是我说你啊 你帮绑子咱们家够多的了 绑子进监狱又不是你造成的 莲花 这是我哥 大哥好 莲花你好 大哥 我说这些是为他好 你说他帮绑子他妈那么多次了 人家不领情不道谢的 还落埋怨 绑子他妈挺不容易的 你又是嫁到内蒙去了 你又是自由在监狱里 我不管谁管 我今天也是跟巧碰着了嘛 大哥 您好忙您就先回去吧 我照顾他就行 回去吧 回去吧 大哥愿意在这儿待着 就在这儿待着吧 没什么事 待什么待啊 燕娃知道你腿脚不好 初恋心没用的干什么呀 又不是外人 我还不能说两句了 以后啊 哎 麻烦你让一下 啊 五四 我觉得你哥挺可爱的 哦 赶快好起来吧 等你好了 我给你个惊喜 什么惊喜 保密 四三啊 又多鸭石呢 爸 你养的鸭子下蛋了吧 下了 下蛋领勤的呢 是吗 天天都下 真好 去医院了 去了 刘老师咋样 脑子上那口子又给撞开了 流了不着血 不过没有什么危险 活该 谁又能帮我干活的 四嫂 你说这话就不善了 这不管咋说 那个五四是为了帮你 才受这份苦的 抓宝丽那天呢 你用棒子把他脑袋 打了个口子 今天又为了帮你干活 那口子又正开了 这些跟你都有关系 你就别再说那伤人的话了 你这咋了 你怎么向上他说话呀 四嫂 你不是总埋怨五四 抓宝丽的事吗 这是我问了 抓宝丽那天呢 是五四自己跟领导要求来的 他跟领导请求说呀 抓宝丽之前呢 让他跟宝丽先谈谈 做做工作 让宝丽争取坦白自首 这他也是好心啊 这如果宝丽坦白自首了 那肯定能减清罪行的呀 就是宝丽太将了 说什么也不肯自首 他是为这事来的 对呀 下个礼拜就结婚呀 你焦什么急呀 不着急不行啊 再不急的话 我爸妈就进行第二轮进宫了 你是不是招架不住了 不是我招架不住了 我是怕刘五四招架不住了 他这个人吧 一有压力他就心疼我 他心疼我的方式就是退缩 他家周恩海呢 他能善罢搬修吗 我就想早结婚早完事 也好 上面一煮成熟饭 谁也说不出来什么 可是你们结婚 住哪儿了 家去呢 怎么也得有点家电吧 什么房子家电的 我都没想过这些 你们俩口子也不能卷着 不爱卷着 谁大马路上去啊 房子租不就行了吗 摘一两套常用品 然后灌一条盆 差不多结婚就结了 我听我妈说 她那时候结婚的时候 房间里边什么都没有 就俩破纸盒子 那是什么年代啊 不是 什么年代也是 人跟人结婚啊 又不是人跟钱结婚啊 据我所知 零五四可一分钱都没有 我有啊 我从上班到现在 攒了好多钱呢 我没换我自己的 竟换我妈呢 傻丫头 这就傻到家了 姐 我就来求你的 帮我租间房子吧 租什么房子呀 我想着给你借一借你 哎哟姐你真好气 来 你回去把那五千块钱拿来吧 你钱拿来呢 你就搬过去 我们一块儿过吧 搬哪儿去啊 那你想上哪儿去啊 搬我哪儿去呗 当真啊 大高远的 我跑回来跟你开玩笑 什么时候啊 你不急啊 多多少岁 能不急吗 进入座 行吧 不许关门啊 不许关门啊 不许关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到了你不就知道了吗 你就不能告诉我啊 一定要给你个惊喜 那我要是不惊喜呢 那你就是个木头呗 行 保证不做木头 在这儿了 把眼睛闭上 干嘛呀搞得神神秘秘的 闭上眼睛啊 走 小心啊 你是不是睁开眼睛啊 没有没有没有 闭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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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这么快 不会睁开眼睛啊 你看你看你这闭着 就容易摔倒 好过是你 你不会一会弄个什么东西 吓我一跳吧 还没弄我五公落呢 那可说不出 Law 闭着眼睛啊 不是 इ 你 就回去 掌握谁来 可以睁开眼睛了 睁了啊 谁家 这是谁家新房 你的 我的 我们的 你要跟我结婚 你不同意吗 什么时候 无依 这是谁的房子 这是沈永年 他叔叔的 但是我们不用交房租 合适吗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你看这里 这里有书架 到时候我会把里边 装满了你爱看的书 这是咱俩的床 记得 特别舒服 咱俩的衣服呢 都可以放到 这个大大衣柜里边 这边放你的 这边放我的 如果你想吃什么呢 我就在这儿给你坐 这是厨房 锅碗 调盆 我可都准备好了 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吗 都是你准备的 你来这么早啊 恭喜啊 新来官 恭喜 叶华呢 去弄头去了 干嘛呀 怕我吃了你啊 记得挺好的嘛 来一来 陈友年 你进去帮着忙活忙活了 我跟五四有两句话要说 不是 小静 你说 咱俩结婚的时候 你和他就有话说 人家结婚 你还有话说 那我不存在呢 这么多废话呀 赶紧的 行吧 行 行 你们慢慢说 慢慢说啊 我恭喜你啊 房子的事啊 谢谢你妈 你要真想谢谢我 就好好对我们家燕华好 我会的 我们俩虽说是姐俩 但性格完全不一样 我当年那么死心塌地 想嫁给你 我妈老说我傻 其实燕华比我还要傻 她这个人温温荡荡的 也没有冲动 她要认准了你 一定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 你要对她好 我当年犯过一次婚 不会再犯第二次了 你放心吧 这不是咱俩结婚 我放什么心啊 其实我嫁给你五次 我们日子过得挺好的 我不后悔 你可别干出 让我们燕华后悔的事了 进去吧 我这两天还纳闷呢 你说你结婚 我长得你轻轻痘啊 好 大家安静一下啊 安静一下啊 安静一下啊 下面我宣布 刘五四同志和余燕华同志的结婚典礼 现在开节 下面邀请 赵国家的保护所长蒋炮 下面邀请 赵国家的保护所长蒋炮 蒋炮 我还老是老是老了 快四年了吗 从一个有些愣头愣脑的毛头小伙 逐渐成长为一名 比较成熟的人民警察 刘五四同志 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为人正直善良 于彦华同志 为人热情大方 温柔体贴 工作成绩优异 当然 于彦华到底怎样好 这个刘五四最有发言权 现在 我正处宣布 刘五四同志和于彦华同志 他们的结合感情是真挚的 婚姻程序是合法有效的 在此我为你们作证 在座的所有的欺负好友 也都为你们作证 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婚姻生活当中 相互聆听 相互尊重 相互吾持 相互奉献 好好经营你们的婚姻 不过那个彦华 以后要是刘五四他欺负你们的话 你来找我 我一定是认真负责的 好好负责 最后 让我们忠心成重 刘五四同志和于彦华同志 新婚快乐 永迁同心 幸福美满 天长地久 好 下面请 刘五四的父亲讲话 大家欢迎 欢迎订阅 中国有多少个派出所我不知道 能在派出所里头 举行婚礼 我们家五四 是第一个 有这么好的单位 这么好的领导 人民警察 人民警察 我们家五四有福气 又找了这么好的一个媳妇 我们老牛家 我们老牛家 祖上牛得呀 心里头悸动 一夜都糊着 那我就先喝三杯 那一茶代酒 来来来 一茶代酒 媳妇来 祝你们白头到老 把你妈拉了 来 儿子 媳妇 大家一起吧 来来来 大家一起 来 恭喜恭喜 来来来 恭喜 恭喜 来来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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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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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快点 bardzo 快点 再一个 再一个 你请走 不要 你不要 继续 去一个 不要 你不要 我继续 别的 来来来来来 我 这才行 这才不错 你 不错 来 快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日子过得舒服日呢 我祝福他们还来不及呢 是吗 好啊 那就继续祝福吧 我也祝福 我祝福他们把辈祖宗 真美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没事 你干嘛 你还真以为我有事啊 你放开我 不用安慰我 我真的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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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痛了 太痛了 我和彦华结婚快三年了 日子过得有些艰苦 有时候 我几个月开不出工资 仅靠彦华的工资为之生活 可我们却过得很开心 每天下班回来 说一些外面的事情 讨论一些国内外发生的大事 偶尔规划一下未来的日子 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 工作上我们彼此支持 他已经担任了乡团委书记 我也连续两年 被评为献局的先进 可就在这个时候 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 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阳性 沈静 大夫 我这单子上显示阳性 我是不是怀孕了 对 你是怀孕了 真的 谢谢您啊大夫 好 不行 谢谢您 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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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我心 回来啦 我都青春了 去 怎么了 没事 难受啊 哪里 这给你爸妈剩的东西 怎么能够的啊 又说你了 没有 三年了 老两口心里这结还解不开 他们不会还认为 咱俩结婚的时候 你那户口本 是我指使你偷的吧 他们要这样想就好了 他们一直认为你是警察 又是户籍警 咱俩登记就根本没有户口本 是你走的后门 我妈还跟我说呢 你找的这个人胆多大呀 钱没有 胆倒不小 太抬举我了 我哪有这管事 三年了 你说这事怎么就解决不了呢 兰华 我最近太忙 都用到处工夫来 我好好找他们聊一次 不能再让你这么受委屈了 是不是胃不舒服啊 啊 伍斯 我告诉你件事 什么事啊 我怀孕了 别这样让你干嘛 我不管 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啊 没来得及说呢 没来得及说呢 我饿了 想吃什么 想吃什么 你想吃你 你是想先吃饭的 还是想先出啊 行了 别让人看见 吃饭吃饭别闹了 我给你坐 走 走 走 都干什么呢 这帮人 留人罐 留人罐 说你的 瞎挤什么啊 你们这 干嘛说我们 我给你说这 都听了 都听我说啊 都听我说啊 我都听了 都听了啊 这是这么回事 谁也别挤 谁也别抢 这都有份 听见没有 留人罐你把这搁下 你给我搁下 我说你都不听啊 怎么回事啊这是 谁要再挤 我就让这个 游老板把车开走 你们信不信 就是 我现在让游老板 跟大伙说这鸭子的事 好不 好 游老板 游先生 您来 您来 您跟大伙说这鸭子的事 这这这这 游老板 您慢着 好 乡亲们 父老乡亲们 大家我想师父的心 我能够理解 但投资得谨慎啊 不能光我说 这是一条发财的道 你们就相信我 签了合同 你们就有法律保护了 大伙都闭上急啊 这回呢 我带了两千只小鸭子 听见没有 两千哪 如果要不够分 过几天 我给大伙再带来一部分 如果没啥事的话 咱就把合同签了吧 好不好啊 好 不是 合同有效啊 对 那就别等着了 去村会签合同吧 来来来 你跟我走跟我走 来来这边这边这边 你这手 都带了没有啊 带了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这个咱一个一个来 谁也别着急啊 哎呦一招 怎么已经走前面干什么 我们一会儿 烫 来 来 我吃点鸡蛋 我不爱吃鸡蛋 我爱吃土豆丝 你给我换过来 什么土豆丝啊 你现在是两个人 生个儿子还好 要生个闺女 长得像土豆 我找谁去 长得像鸡蛋好啊 至少白净啊 怎么着 你姐拿来这茶鸡蛋 就不一样 我吃点可香了 你吃点 我姐拿来这茶鸡蛋 都多长时间了 还没吃完呢 你不会 把这茶鸡蛋 都留给我吃了吧 没有啊 我这工资啊 挣得来就不多 我们家这个事 那个事的 人用那么多 玫瑰一分钱都拿不回来 咱俩这点生活 都靠你那工资撑着呢 想想这些 真觉得点对不住你 行了 快吃吧 你再不吃我也不吃了啊 菜都凉了 快快 我吃我吃 这三天的日子过了 也难怪你父母挑吕 我天天在外面忙 也帮我聊你 你还把好吃的都留给我 你让我怎么说呀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五四 咱俩过的日子虽然不富裕 但我挺高兴的 那我就告诉你一件高兴的事 什么高兴的事 我们组啊 批下来一个转正的名额 能轮到你吗 我连续两年 拿了县里的先进民警 轮也该轮到我的吧 要是将来真的能转正 工资案越发 还比现在挣得多 老叔 你们娘俩想吃什么 就吃什么 全都抱在我身上 为了你们娘俩 我拼了命也得好好工作 你今天啊 必须把这鸡蛋给我吃完 就是我给你下的命令 好 去 五四 快点 出案子了 怎么了 沈永年和人家打起来了 别打了 张头别打了 先生 我都给你报呀 张头别打了 别打了 张头别打了 先生 我都给你报呀 张头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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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大姑娘带人来抢矿石 我不让他抢的 就斗肉打人 放屁 不是你的矿石吗 是你的矿石吗 不是我们的 是你的 废话 不是我了 弄在我们厂子里放的吗 在你厂子里放的 就是你的 你给我钱了吗 谁的 是我的矿石 叫你们的工人 都算了 你们几个 走 还是走去 盛永年 你为什么说 他们要里的矿石是你的呢 三年前 他家矿开不下去了 就把矿山对给了我 也就是那一年 这两个人结婚了 开了个电容煤厂 一直用我家矿石 开始我们俩家 合作还挺好的 直到去年冬天吧 这两个人就一直说 流动资金短缺 不是 在我这儿奢着矿石的钱不给 我实陈啊 我相信他们俩 一直到今天欠我一百二十多万 我每回给他们要钱 他们就说没有 我每回给他们要钱 他们就说没有 我实在是等不了了 我就让我的工人 把那矿石拉回来 我有什么错吗 蓝三种 你欠十六年的钱吗 欠啊 欠了为什么不还呢 我是欠他们的钱 可钢厂也欠我们的钱 这是三角债 那你说钢厂不还给我们 我拿什么还给他呀 钢厂欠你钱 那是钢厂的事 你欠我钱 我就得把矿石往回了 我说沈大姑了 你是疯了呢 你是疯了呢 你还是疯了呢 有事说事 不许人身攻击啊 不是 那是你家的矿石 那你们家矿石 怎么堆到我们家院里啊 放屁 你好好说话 说事 你有矿石吗 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呀 你有矿吗 沈大姑了 咱们能不能注意点 咱们企业家的形象 我就纳闷了 镇上的人都说你比我有素质 我咋没发现呢 咱们现在可是在派出所呢 你这什么态度啊 喊什么喊啊 这矿石是你们家矿山生产的 这不假 但是你已经把矿石 卖给我们两口子 你忘了 我们也给你打千条了 那这就说明这矿石是我们的 在法律上讲 这已经构成买卖实施行为 法律你懂吗 你到我们家硬拉矿石 那是抢 那是抢劫你知道吗 我说大姑了 时代进步了 没事补补课 先生 你小学上八年你都没毕业 你胡 说事说事 你和我这儿说补课你 你买了我矿石 你给钱了吗 你没给钱的矿石就是我的 我找人往回拉 我怎么就成抢了呢 班头 你给我评评理 你说我这是不是抢 师傅女儿 说你抢吧 你肯定不高兴 但你这种行为是违法的知道吗 我违法 我为什么法了我违法 他欠你的钱 你可以主张你的权利跟他要 我要了 他们不给啊 我们什么时候说不给了 我们不说让你等等吗 钢厂一给我们钱 我们马上一把都给你 等等 你从去年冬天你说等等 一直等等等 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猴年马月啊 你们俩没钱 没没钱 你俩买量大奔 万头儿 他俩就是故意欠着钱不给 你管不管吗万头儿 我管不了 他们欠钱你不管 我往回拉我的矿石你就管啊 他如果同意 我不管 他如果不同意 你们双方发生了争执 我就必须管 可能是我的呀 矿石是你的不假 可你已经卖给了蓝财 他们虽然没付你现金 可是打了欠条 你收了欠条 把货借到他院里 这货就是他的 你硬往回拉这肯定不行 怎么就不行了 我这还不明白了 这还不讲道理了 欠钱的人你们不管 我往回拉我自己的矿石 这就就成抢了 就成违法了 这派出所口口声声说 为经济开发保驾护航 保驾护航 那 那 合着是给欠钱的人保驾护航啊 行了 这事我也不说了 万头儿 我也明白你咋回事了 你知道什么事了 我就是当初你儿儿结婚 跟我借车 我说车不在家你就给他们借 就这么点事了 胡说八道 十六年 十六年 哦 就因为我跟你借车你没借 他借给我了我就向着他呀 我万福林是那种人吗 是不是心里清楚了 心里程 蓝太蓉 赶快把钱还给我 不还钱 我整死你了 十六年 你给我站住 哎呀 我叫他去吧 算了 你们两个做满卖 讲点信用好不好 欠人的钱赶紧给人家还了 你们回去吧 哦 行 那好 谢谢你啊 王所长 那我们先回 王大哥 那我们拿 对 六色 你先回避一下 请问不论没签字啊 温二 走 这次我儿子结婚车都是你张老的 啊 怎么 你就跟十六年借他没借啊 你又管蓝彩蓉借了 是啊 他十六年不借我怎么办啊 我没车了呀 我就跟蓝蓝彩蓉说了 蓝彩蓉倒痛快 一说就答应了 这事闹了 让十六年怀疑我 可您都不知道我跟谁借的车 他神六年怎么知道的 是啊 他怎么知道的 李伍 别是谁说的吧 也是说 别我算 媳妇啊 这鸭子啊 我告诉你这叫金钉鸭 为什么叫金钉鸭呢 金钉 还不下鸭蛋 下金蛋 哪个鸭蛋 跟那普通的鸭子最大的基金 这就是不长个质 你看看他还有什么 你这不外行吗 要不怎么叫金钉鸭蛋 我看呀 那就是普通鸭子 你傻丫头 不是你忘了 游老板怎么宣传的 忘了你这鸭子下的鸭蛋 韩国人回首 一个鸭蛋三块 你说一百个鸭蛋多少钱 一个鸭蛋一年下二百个鸭蛋 一百个鸭蛋下多少个鸭蛋 你再去说 游老板说了 就是那个 如果这鸭蛋长大了 回首一个三十 一百个鸭多少钱 一千个鸭蛋多少钱 那能是真的 有合同吗 那合同能有假吗 没看着 咱们全城人都奉抢吗 我告诉你 谁说这鸭子不好 那是根本不行的 妈 你看我报纸说话 霍儿啊 你可千万不能说那鸭子不好 你说那鸭子不好啊 她能跟你拼命 知道了吧 我跟你妈这些年 辛辛苦苦攒那三千块钱 才买了一百个鸭子 我那时候要多攒点 攒六千 攒一万 你说 你说多 行不行 你就等着发财吧 不是傻丫头啊 就是我发财 我告诉你也没有你份 小鸭 瞧不起你爹你 我看着这小鸭子真是喜欢哪 瞧把你稀罕的 不是 看着就跟看着钱了似的 我喜欢有啥韵子 那咱轮到咱买的时候就剩这点了呢 这大伙都买着了咱没买着 这说明什么呀 是吧 说明咱们有风格 那他们不敬佩咱们呀 敬佩个屁呀 你到时候人家都养鸭子发财致富了 咱俩跟着干瞪眼干着急呀 只要是群众致勒富 我这当干部的心里就高兴 你不装能死啊 当干部是干什么的呀 是领着大伙走富裕道路的带头人 可行了你 你那些大道理我不听了 那个尤老板说他怎么着 逛两店还能过来 能来 能来 那咱们再买一些呗 我跟你说 这趟咱也没白忙活 这哪来的钱啊 请尤的给的 这趟的辛苦费 这还差不多 叶华 叶华 出事了 出事了 你 别着急 慢慢说说清楚怎么了 你姐夫喝多了 非要杀了蓝采融内肚狗男女